我把今年股利前8強做了一個整理 也就是說 不是他的總殖利率的前8強 而是加總起來的現金股利 跟股票股利加總起來的前8強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了解 第一名是大統議 加起來現金是6元 股票沒有 總結殖利率大概是4% 那普風大概是加起來是 總殖利率是5% 新太今年漲很多 新太的總殖利率是6.8% 今年以來是漲了28% 其實這家公司是飼料廠 當然大家對他的競爭力 會覺得中場期的競爭力 好像要再想一想 可是短線上 因為之前食品股大家一窩瘋 會覺得就是通膨的乾淨股 所以新太其實確實是 漲幅也蠻驚人的 然後統一聯華市 聯華市也是今年以來 食品股漲幅算是比較大的 他的總殖利率是3%多 今年以來的股價漲幅是將近20% 其他的像是聯華 南橋大城等等 那相較於0050呢 今年是-13.6% 這八檔的食品股完勝0050也 很厲害 剛才燕利有提到說其實 剛才有提到有一檔他的競爭力 可能要打一些問號 其實食品股的競爭力很好判斷 你有沒有聽過就可以判斷得出來 像上面所舉的這些公司 大家一目了然有些公司一看就 他說這個從小他的東西我都吃到大的 他就是有核心的競爭力 可是心態他是飼料啊 我們人又是飼料 那另外一項 即使是飼料你看這個浦峰還有這個大臣 對我們都聽過嘛 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原本的這個核心的產品 也都是飼料 對 然後他們這幾年因為 因為大部分的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了 所以他都會延伸出 讓消費者其實都很清楚的一些產品出來 所以我覺得食品公司跟電子公司 其實他有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很多時候電子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其實你很難判斷的出來 因為有時候產業的變化是非常很快 那當然食品公司其實一方面 其實只要是上市櫃的公司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投資人在選擇食品股的時候 去投資你所熟悉的 你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就可以了解他 他的商品到底有沒有出現很大的變 有沒有出現什麼一些變化的一些公司 這對你對投資來講 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好 其實今天欽文老師幫大家做了很多的字卡 可是呢我想先幫觀眾朋友問一個 Ending的問題 問一個小結論 所以這八檔裡頭有沒有 欽文老師特別看好的 特別看好的 我覺得現在存食品股可以等他 除完洗之後再來存 但是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這一集要認真看 好 不能一直跳過去 好 基本上呢就是都還是不錯 但是呢個別公司的競爭力 有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呢現在食品廠遇到比較大的難題跟挑戰 就是呢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二物大戰嘛 所以呢所有的原物料的商品的價格都往上跳 那包括像南橋等等這些公司就說 大家都誤以為我們可以立刻轉嫁 他說沒有那麼快啦 但是他相信啦 接下來有機會慢慢把產品做一些調價的動作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這些食品廠商說 他們挑戰其實是才到剛開始 雖然他相信呢他們終有一天可以這個轉嫁成功 不過這個是食品廠的第一個挑戰 那第二個挑戰還是匯率上面的問題 台幣看起來很快有機會可以扁破三十大關 也許這件事情在觀察 但是至少短線上台幣已經急扁了啦 那所以呢當新台幣不是那麼強勢的時候 對於這些廠商他們需要採購國外的一些原物料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有壓力 那邱老師你會不會擔心這兩件事 其實一折一洗一折一憂啦 對啊所謂洗的部分其實是來自於剛才講通膨嘛 通膨之下這個這件事情啊 食品公司一定會受惠 那待會兒再來解釋 那至於新台幣的匯率的部分 其實他們一未來的採購的成本上升 他們會反映在未來售價的一個上升上 那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認為食品公司他一定會受惠啊 其實是來自於這邊給大家一個數學題啦 給大家一個數學題 就假設我們一家公司 他的一個產品他是賣十塊錢 然後扣掉成本五塊 那售價減成本就是他的利潤嘛 利潤其實就是五塊錢 那通常在通膨一開始的時候啊 會成本會上升 比如說我們這一次就假設他的成本 從五塊錢漲到六塊錢 一共漲了兩成 那計算的方式就是五成上一點二嘛 那如果他的售價沒有變化的話 售價還是十塊 成本從五塊上升到六塊 那他的利潤啊就會從五塊降到四塊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的第一季很明顯 很多的食品公司的獲利的表現 都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鏡 對 其實那個眼鏡不需要被跌破 是因為本來在漲價的過程中 他一開始他的利潤一定會被 應該一開始利潤一定會被 來不及轉價所影響到 但是啊通常公司 尤其是食品公司他一定能漲價 因為迷你食為天嘛 但是我們還是要吃嘛對不對 就像我現在買吐司一條八十塊一百塊 我們不能拒吃啊 拒買某些科技的產品 但是你不可能拒吃嘛 所以明以食為天 所以終究他們一定能夠漲價 所以如果以這個漲價 也是按照兩成來看的話 他的產品就會從十塊錢 拉高到十二塊 那計算方式就五成 應該說十成上 十成上兩成就變十二塊 那成本還是維持六塊的情況之下 那他的利潤就會十二減六 就會來到六塊錢 所以原本還沒漲價前的利潤是五塊 然後剛開始通膨的時候降到四塊 但是後來再漲價之後 他的利潤上升到六塊 所以就從五變成六 所以他一定會成為漲價的收費股 所以他的EPS有可能會再往上提升 會 老師講得很肯定會 所以我們要利用除全息的時候 進場卡位 但是今年會比較複雜一點 是因為今年雖然很多的市民公司 他們的獲利接下來應該就有提升的一些效用 但是本益比會被修正 因為本益比會被修正的情況之下 是因為聯準會他開始升息 其實升息這件事情 會影響本益比的狀況 那這個其實也是財報的公式 我們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影響股價的計算方式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